欢迎收听解释了 我是小姐 今天为止是2024年2月10号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间饭店 今天饭店我入住的时间 其实是1月中 1月20几号左右 那一次的行程是蛮有趣的 我会入住这一间 东京色谷英迪格 原因是我在去年 它一放点房的时候 我就定了三天 我就连定了三天 如果你有听前几集 大概在EP351 EP351 我在线远空上面遇到很多死小孩 这一次就是这个的住宿 那时候我在应该是几个月前 定了三万 那时候我就非常扩着的 定了三天的点房 后来我其实觉得 它整体来讲很不错 它整体来讲很不错 那时候定的价格大概是38000点 38000点我自己会用0.15左右 去做过算 因为我的这一批 HG点数是比较低 那有些人会用0.16 那大概就会在5000到6000左右 那我自己大概是 把它估在5700台币左右 坦白说这间饭店 你听到这边应该会想说 5700很贵 True 真的 但是第一个这个是东京 后来到一个驾驶观会崩坏的地方 这个房间如果出于 就是在这边的房间如果出于2 你还是觉得OK的话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在东京真的 它的 今天我还在跟我爸妈聊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就很好奇说 其他地方的通膨如何 刚刚说 日本有 我觉得体感上也有高一点点 但是因为汇率的关系 所以感觉是没有通膨 甚至有点便宜 我觉得很多日本的所有东西都长这样 但是住宿是例外 住宿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例外 大家还有机票 但是机票大家如果在用里程开票的话 就会省非常非常多 但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能还是得花一个可能2万块 去打一个经济厂 好 anyways这个我们就讲回来 那这个晚上 这个晚上大概如果你去在hotels.com看 或者是所有的比价网上看的话 大概都在1万2 1万3台币左右 那这个是蛮贵 那这次入住是 我是IHG的钻石 所以还要给早餐跟升等 他这次给我的房型 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他给我的是一个 One King Premium 我先跟大家说 我现在 我其实这一篇网志 是我蛮努力在写的 他在我的网志里面 在azdl给.tw 那你大家会看到 在1月25左右 有一件东京色谷的英底格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更多的意见 我知道你听到这一段时间 你听到这一集应该会是在过年的期间 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网志 虽然我一直在讲说网志的流量不怎么样 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 想要借大家的眼睛去帮我 就看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更新的 或者是细节你想要再知道更多的 我希望可以做一个比较多方面的一个review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讲 借我两分钟 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 我当然是觉得我写的东西 目前来讲是我满意的东西 大概80分 但是这是不是听众观众要看的东西 这是不是一个要看文字 要看照片的人想看到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再告诉我 例如说你想要有影片 你想要有更多 例如说交通方式 你想要有 例如说跟会集有相关的 会员权益的部分 你想要多琢磨也可以 甚至你会需要说 告诉我说这个floor plan 例如说这一楼 它的房型大概都长什么样子 因为听众来自于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在乎的是你生了几等这种事情 大家都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那我会做一些参考 因为你会想说 小杰你都影响这么多 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 不是因为写一篇文章 是真的蛮需要时间的 像我这一篇 其实我写了三个小时 它没有太多的字 但是我考虑我要怎么样去拍板 考虑要什么样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内容 它花了蛮多的时间 我去参考 我去思考 它并不像是我们像聊新闻节目 我是慢慢会有一个模式在 但这个模式也不是第一天就出现的 你去往前面听聊新闻就发现出 我们这个变非常的多 我也是不断的在补齐东西 我不会一步到尾 但是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算是希望大家给一些建议 如果你是也没有空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人的收听习惯 但是我现在就没有 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看东西 所以我才听Podcast 那也没什么关系 那这个我现在已经认定 这两个不同产品了 所以没什么问题 好那再来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房间其实非常非常的 现金房非常的非常的贵 你刚刚我说点房 大概是五千七到六千左右的成本 但是你今天如果用这个现金去订房的话 大概是一万二到一万五 我这个三等候的房型 大概现金价大概快要到一万五 当然我可能有查日子有点贵 但坦白说全部都超过一万块台币 如果你今天问我说 用一万块住这边划不划算 我会跟你讲说超级不划算 我会真的跟你讲说超级不划算 但是这个在东京 我想说真是很烦 因为我自己是很难在东京给你推荐饭店 因为真的太贵了 真的太太太太贵了 在东京我一律都有建议住日式的商务酒店 像我们之前已经讲到烂调的什么Comfort Hotel 它虽然它虽然日式商务吗 其实日式商务有非常非常多 我都还没有去讲其他的什么东籍啊 东横啊 这些东西其实我有住什么Dorming Inc等等的 那很多节目也有在聊这个东西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自己个人觉得在日本 CP值最高的就是去住一些小小的饭店 如果你真的要住很贵的 你用点数去换 像我之前讲过的安达市 Edition都算是CP值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 在东京这个鬼地方 你用点数你会省非常非常的多钱 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不值得你用点数 那这个就另当别论 所以坦白说在东京 我真的没办法推荐任何什么 这个很棒很棒啊 这个一切都很棒很均衡 没有我看到价格我都很想吐 所以在讲回来这间涩谷英底格 我们撇除价格这是一间非常好的饭店 它的位置 还有位置在涩谷的 虽然是走出来大概五分钟吧 它真的很近 那就是我们不管你是看周术回站 还是你很久以前 你很喜欢那个很忙的那个涩谷接口 它真的离那边非常非常的近 当然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有一个优点是它的地利之便 但是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会相对吵 但很意外的是我在这里不觉得吵 就我通常会住在这种闹区的楼上 很像你住在十大夜市楼上 你会觉得很吵 虽然说我住的楼层是19楼吗 我有点忘记 但整体来说 可能是我这个面向是比较安静的 但也有可能 因为它隔音做的还不错 I don't know 这个不太确定 这是给大家一点想法 所以以地点来说 它楼下有很多很多很方便的东西 毕竟就是涩谷大站 所以你想得到的店基本上都有 如果你是逛街 你会喜欢往东京的这个西边 或是涩谷 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是西南边 你想往在更西边 吉祥寺或者是夏北泽这边去延伸的话 涩谷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习惯 就是住到哪边 我就玩到哪边 所以像我这一次旅行 我就是涩谷跟夏北泽 我只玩这两区 我没有要说 我要再跑去上野青空塔 没有 这次我完全没有走到那边 完全 正确来说是有 因为我是从陈铁过来 但是只是经过而已 我没有真的去玩 反正最后就变成 因为东京去太多次了 你就会觉得好 那我就 就到哪边 既来自责 这感觉 就是这附近 然后好好的体验 这附近给我的感觉 那因为 这个东京 我可能来几十次 好那再来是说 这个交通的部分 那如果你今天 像我刚刚从陈田这样过来的话 如果你今天是 搭交通运输工具的话 这是它最大的软热 就是很久 至少要快要两个小时 你可以想象快要两个小时吗 快要两个小时 已经可以拆备到台中了 可能还要更久 那如果最快的话 可能也是要一个半小时 如果今天纯开车的话 你从陈田进来 是要一个半小时 但如果从涩谷 涩谷开车 大概是35分钟左右 这个可能有 有一点点的误差 那交通运输工具 从雨田进来的话 大概是50分钟 所以一个是50分钟 一个是两个小时 它并不像是上野 或者是像银座 上一个银座 上野应该是差不多 就是对于两个机场 但是涩谷这边真的差 非常非常的巨大 所以它还有一个小缺点是 通常在这么长距离的路程当中 我都会希望有利目金巴士 从成田 因为我这次从成田进成田出 我会希望它有从成田 直接有利目金巴士到涩谷 我想说都住到涩谷 这一区了 应该这个地方应该也是 蛮多观光客的 怎么会没有巴士呢 其实是有 但是一天的班是非常非常的少 不像东京站 它大概每15分钟 大概就会搬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一区 有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是成田进成田出 你会需要转程 我自己在东京转程的逻辑 是我希望只转一次 最好是不要转 所以就像是HIGH ORIGENCY 这种在新宿内建HIGH ORIGENCY 如果它有利目金巴士 我就会觉得满分 或是这个饭店很值得 让东京离开的最后一站 尤其如果是成田的话 因为我自己还是 我其实去年是一半一半 就是雨天一半 成田一半 但是为什么会飞这么多成田 因为还是因为 这个新雨航空的关系 如果今天没有新雨的话 我八成应该都会用 华航跟长荣 或全日空去进出 这个宋山雨天 所以这个是一个 give and take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住色谷 尽量尽量从雨天进出 或者是倒过来 如果你今天已经确定 你要住色谷的话 你今天要从雨天进出的话 你可能可以试试看 色谷这一块区域 因为我自己是 非常非常非常厌恶在地铁 尤其JR三手线 这一环去做转车 我觉得很痛苦 即使他们的这些设施 都有跟上 有这些升降梯 但你还是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这样虐待自己 有时候你真的运气不好 在他们上下班 真的是地狱 他们在搭电车的时候 是没有温量供典量的 是直接搭你挤进去的那种 所以我非常非常痛恨三手线 好那 如果你今天要搭电车 如果你今天从成田搭电车 到色谷的话 大概要33000日币 因为我有看过 我就是每次 我就下机场的时候 我会第一件事情是 看Uber多少钱 但我不会打 我只是习惯看 看完33000 想说哇 要死了 这个跟我机票价格差不多 所以这个只是 可以大家做参考 反正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今天 在住色谷的话 就好好地享受 这边的一个氛围 那交通会是 就是机场交通会是一个软热 但是因为这个饭店 这个位置 他真的离色谷的 吉他站这个 最大交叉口真的太紧了 所以 这个就是看大家 因为我自己是相当懒的人 我要住在 一个站的 5分钟以内 我希望要走路 5分钟以内就要到 我不想要在那边 扣扣扣扣扣 就是拖着心理想 那是对我人家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如果你今天 是从雨田进出的话 那有这个 直达的机场巴士 以及还有一些转承 从品川转承 那这个转一次 大概就会到 那这个 讲简单一点 雨天比较方便 那我这一次 入住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找了一下路 因为我从 加战走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绕到 这一栋的楼下 但它并没有 很明确的标示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不太确定的话 你就照Google Map 你的Google Map 会指引你一条路 那它就 在一个很神秘的建筑物 底下会看到Hotel Indigo 这几个字 那你再走进去 然后它的这个大厅 在12楼 所以你经过这个神秘的 Hotel Indigo的指示之后 你走上去到12楼 才是check in 这次 我第一次到这个大厅的时候 我想说 奇怪 怎么这么热 真的是超级热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 它的暖气开得超级的强 这我很讨厌日韩的 一个点就是 他们外面 他们外面5度 但是里面25度 我很容易因为这样过敏 所以我每次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我都会倾向要穿 就是如果今天是5度的话 我可能要 我可能只敢穿到15度的 这种外套 那这边就是 尤其你一进去 你到12楼Lobby一走出去 某一台电梯的 出来的镇头上就是风口 然后就 灌过来 你知道我不会无聊神经病 去研究人家风口在哪边 但是他那样灌下去 我觉得天哪 有够热到不行 总之他的Lobby整体都还蛮暖和的 真的是暖气开超级的强 这次的check in是一个女生 虽然在这一块 在这个饭店很多review都说有台湾的前台 但是我都没有遇到 我可听起来他也不像是台湾人 因为至少你看护照如果是台湾人 他就直接跟你讲中文 所以在这边是 我是没有遇到 但是很多人说有 这次check in我觉得还蛮顺的 虽然我有点听不懂他的英文 但大概就是那些东西 告诉你时间 check in check out早餐 你要早餐还点数 blahblahblah这样 我觉得一切都还蛮顺利的 最后我的房间应该是在 19楼 1925 这个是One King Premium 虽然都已经升等了 而且据别人说这个是升蛮多等的 升蛮多等的 但是这个房间没有浴缸 这个房间没有浴缸 这个就比较痛苦 因为你这样想 这间房间要多少钱 要12000到15000左右 一个12000到15000左右的房间 竟然会没有浴缸 这个应该会踩到很多人的点 就是想说 结果我都花这么多钱 怎么会没有浴缸 有些人觉得说我超过5000块就要 或者我住饭店就一定要浴缸 那这间的话 你应该会蛮失望的 那这整体的房间形状相当的长 其实应该是说 它是一个方形的房间 但是这个是一个转角房 它虽然没有写说 它叫做corner room 但其实这间 One King Premium 我升等到这一件 是一个转角房 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会看得到我的床 面对的那个落地窗 无底的宽 应该看起来是有10公尺宽 但是因为这边的楼高 并不是到 做到非常非常高 而且天花板座有一点 小小压迫 但不会到非常压迫 所以整体来讲 你会想说 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这边入住的时间是下午 大概忘记了 2点吧 2点3点吧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是一个西塞房 就是这一间会非常非常的热 但这是1925这一间 其实它今天应该不会 因为我看了一下 整个座相跟整个图 我觉得没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只有这一间 或者这个问题 但这也不是大问题 就是把帘幕拉下来就好了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有西塞这样造起来 光超漂亮的 所以你去看我网址 有人就说 这是正常的光吗 这个是西塞 这个是西塞 其实西塞并不是一个 我个人不觉得西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是满喜欢西塞的 这种直射的这种光 真的 拍起来很美 那接下来就是它的这些背品的部分 它有一颗 头头的免制马桶 这是我好像是一整颗的 其实我有点分不太出来 就是我觉得它蛮远的 它不是只是马桶盖 它整体 这个也是 它是自动开的 所以你打开门 进去之后 它就会自动打开 它会自动关 自动冲水 这个我印象中是蛮贵的 但不是最顶级的那种 很长很像蛋的那个 那它的这个瓶装水 是用玻璃的 而且它还有附一个萊牙喇叭 这个萊牙喇叭 我没记错的话是 是B&O的吗 我印象中有个萊牙喇叭 还是我是一代的 随便当做没有 然后它的这个床头柜 它床头柜这些面板 充电器的面板里面是有Type-C的 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是一个3C仔 所以有这种东西 我就会小小高潮一下 就是会帮我 会加个十分这样子 对就加这么多 就是这么夸张 就是虽然我都已经带出我的配备 但是看到这个我就会很开心 然后还有看到咖啡 焦南咖啡机我也会加分 看到好的吹风机我也会加分 看到这个面板 有Type-C会加分 还有还有什么我想想 好的被瓶也会加分吧 好的被瓶也会加分 这大概就是 这几样是我最重视的 就是蛮怪的 它也有一个卧榻 因为这间是corner room 所以其实它这个卧榻的采光也是极漂亮 真是极漂亮 整体的房间设计 我觉得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它有点竹子的气息 我不知道 我知道这个一定不是竹子 但是它用浅色的木头去做 稍微浅色的木头去做 有时候会有点点廉价感 但这间不会 这间会你会觉得 因为它设计也蛮漂亮 而且很多巧思 它有很多很多方形的设计感 不然之后它这个垃圾桶 它也是用同样的材质的一个 长方体去做一个垃圾桶 它的整个冰箱整个包袱 也是一个很漂亮 我其实有把它造出来了 所以你看王志应该就懂我的意思 我有特别去凸显它 在设计方面的一些巧思 它的空间也不大 重点是它空间不大 但是它整个东西都摆的 我觉得蛮佩服的 我坦白说蛮佩服的 当然它有一些很大的缺点 就是这一间的浴室 这间浴室 领域间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你可以理解 我很想理解是 我这一间房型它吸成了蛮多预测的空间 有些Indigo很大 像是高雄的Indigo 它的厕所大概占了房间 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我其实很喜欢厕所 因为听起来很乖 我很喜欢好的厕所 或我很喜欢大间厕所 因为我真的很常待在厕所 我出国出去的时候 我很常洗澡 所以我非常喜欢像高雄Indigo 那种宽阔的感觉 或者是 我想中大只Indigo也是蛮宽敞的 当然大只Indigo有别的问题 总之这间的厕所 真的是他们的缺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很需要泡澡的 很需要一个很巨大的淋浴间 像我这一间的话 如果你那个淋浴间 你们要塞到第二个人 会有一点 不会到非常非常难 但是你会开始感觉到 等一下 我们要稍微的小心 要挪动绳子 要不然可能会 可能会撞到墙壁之类的 所以坦白说大家建议大家去看这间的时候 要先注意到这个缺点 你会不会觉得 我喜欢 我们在讲饭店的时候 我常常讲它的缺点 但是这些缺点 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缺点 有些人觉得 我没有差 因为我很确定 我很在乎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吹风机我忘记它的牌子 但是我印象中还算不错 备品就是Indigo的那一套 这个Indigo在全世界应该都是那一套 那一套我的建议就是自己带 就是自己带 尤其是你洗头发的 拜托自己带 真的 我在入住这一间的时候 有发现一些 比如说它的碗上面 不是碗 它的杯子上面 有一点点小小的灰尘 但我个人不觉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那个杯子 拿去洗洗就好了 所以这个 就会注意到 我很少会去无聊 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但是我也没有网上讲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房屋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拉掉 你不要有一个什么 上一个房客的浴袍 丢在床底下 这样这种东西就好 那整体 整体来讲这间房间 给我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是蛮舒适的一个感觉 我真的是真的 舒适到我想说 这间这种房间 如果未来还有再放那种 三万八的电房 我是会愿意重新入住的 但是前提是三万八 因为现在的这些点房 已经涨到四万五起跳 都已经四万五 大概有十万之间 因为IHG的浮动制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刚开始会在 去年一放的时候 如果今天 我们如果有说 这个饭店要开幕 即将开幕 你现在可以订到 这件事情 其实你现在订 就一定是最低价 这一定会在网上 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 所有这个点数都是浮动制 所以新闻节目 我们聊新闻真的要听 那就顺便讲一下 在HAYA的HAYA的SHIBUYA HAYA PLACE 还是HAYA HOUSE 应该是HAYA HOUSE SHIBUYA也是 也是都早就都可以订房 这个我们去年就讲了 但是 现在应该还是有一些 稍微比较便宜的点房 但是我个人不推荐 因为它的点房 要所需的点数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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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你想 它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HAYA HOUSE 那我 我应该会去开箱 但是 大家就稍微期待 我忘记是 现金价是7000还是8000的 HAYA HOUSE HAYA HOUSE 7、8000倒是什么鬼事 那之后再说 这样有 以后哪一天就是撞到的时候 再去开箱一下 好那这间的话 我想一下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亮点是早餐 那在讲早餐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 它的 它其实是有银人待宁的 这我有点吓到 因为 我 我 我其实对Indigo的 的印象 我对于Indigo这个品牌印象 我不会觉得吃是它的强项 甚至我都不会在乎它 有没有银人待宁 它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好的四星饭店 所以 我其实有点低估了它 我想说 这间 这间就是一个Indigo 那这样子 3万8 有一点点贵 因为 其他的Indigo可能是 2万5左右 或是在 可能2万5到3万左右 所以这间是稍微高一点点的 但是它的早餐完全要打回来 我个人是觉得它早餐蛮强的 它早餐有三种点餐形式 因为我是 爱去赚卡 所以会有两克早餐 那它的这个免费早餐 这种 complimentary的这种早餐 有三种 第一个是你可以选择buffet 就是全部都是buffet 它是一个家 或者是buffet加一份单点 或者是两份单点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如果今天免费早餐 你要怎么点吧 这个一定当然是点 buffet加上一份单点 如果你今天是免费早餐 拜托你这样点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免费早餐 你是要付钱的话 那我在网织有写这个 我有把这个菜单给弄出来 因为对我来讲 在饭店review里面 就是我要看人家 这个怎么评价这个饭店 我最终我最在乎的 其实就是这些菜单 我非常在乎人家这些菜单 因为我会想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吃到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织看一下 然后你可以放大 这个放大竟然还要 就是会占到我的后台的 应该说伺服器的空间 我要开更多资金给它 我觉得超烦的 不过大家就好好利用一下 在我还没有后悔之前 反正早餐就有这种三种形式 那我自己 我有一天先点了buffet加上一道单点 然后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忘记 我点了两份单点 总之我该吃的都吃了 我该吃的都吃了 我个人都觉得相当不错 因为我不太确定 大家去的时候会想什么样子 我不太确定 所以我这边就把它放在网织里面 就是你直接看照片 它有什么鸡肉拉面 还有一个叫做 shibuya scramble shibuya scramble 它的概念是 好像 好像是要讲 shibuya sky那栋建筑物 它想要把它弄成 把它弄成那个概念 所以它就是一个 很像外表很像凤梨树的那种 没这种饼皮 但是你如果切开来 它里面全部都是蛋 我不太确定是松露炒蛋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蛮好吃 而且也算适合拍照 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些 很像是菌骨的牛干绝 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些菇 跟一些松露的一些配合 个人觉得这一道是可以点的 那它还有一个 鸡肉拉面 鸡肉拉面我觉得是一个稳的选择 就是如果你今天跟长辈 那鸡肉拉面点就对了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shashuka shashuka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它整体的摆盘 什么的都非常相当有诚意 那我就是有点了三个单点 至于它的buffet 它的buffet我觉得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samebuffet好了 它不是那种你会有很多那种面台 煎蛋台什么东西 不会到那么那么的夸张 所以我个人觉得算是精致 精致 它里面samebuffet唯一一个 我很想抱怨的是 那个薰鲑鱼 它把薰鲑鱼剁碎 薰鲑鱼剁碎 它说怎么会有人把薰鲑鱼剁碎 但是反正它就想要把每一道餐 都是做的那种小小小小的 所以它都会有一个小碟子 上面可以装一点点那个东西 包含可能是薰鲑鱼剁碎 或者是可能蕎麦面等等的 就是这样一份一份 你就是很方便可以从冰箱里面 直接拿出这样子 对冰箱 因为蕎麦面跟薰鲑鱼都在冰箱 拿出来就是这样一份 那有好有坏 但是薰鱼要剁碎 我实在是有点看不太懂 那接下来讲一些设施的部分 这也是这间饭店的最大缺点 就是它的健身房 它的健身房因为我现在都会去健身房 稍微假装运动一下 假装自己是一个阳光男孩 其实只是去拍个照 然后运动个半小时到一小时 没有啦 其实有时候去用别人的器材 也可以发现说 原来这个器材可以练到某个部位 因为有时候你在自己习惯的场地 你会觉得 好像就练这些就这样子 感受度也会下降 所以幻星器材有时候是蛮好玩的 那这边的器材有一台很棒的器材 但是它的重讯基本上只有这个器材 它的这个区域很小 它只放了三台有氧的机器 跟一台很巨大那种多功能型重讯的机器 当然这台是蛮高级的 因为它的亚铃 这台的重讯的大机器 我完全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它的重量是电子的 你必须要去调它那个重量 然后去转转转转转转之后 它就会在这个机器后面 你会听到声音 它很像在敲什么东西 然后就才会把重量推到那个极限 就是到你要的重量 这蛮有趣的 一般不是我们都可能就是插杠片的时候 你就是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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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如果说机械式重讯 不是那种神轮架那种 这种东西你就觉得 它既然是电子式的 当然你要等它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么一大洞的饭店里面 它就只有这么一台重讯的 所以它会不会要排队 我是不知道 因为我后来发现 其实真的会去饭店健身的人 好像大部分都是商务人士居多 反正观光客是不太会去健身的 我的经验 但我不太确定 总之如果你要来这边健身的话 你大概只能确保你肌肉量不会掉 这种感觉 有件跟没件是差不多 它当然有雅铃组 雅铃组也算是 反正就一套雅铃 然后有一个中讯椅子 就这样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健身房 有跟没有 是几乎差不多 但是器材又还蛮新的 很尴尬的感觉 所以你要说精致吗 精品吗 好像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看器材的话 你就一样网汁全部都有写 这个东西 它这个gym是24小时开放 这也是一个好处 因为很多饭店 有一些饭店 它并不是24小时开放的 因为我这个人很奇怪 我时候会在很奇怪的时间运动 就说晚上11点 他说我今天不知道干嘛 想说但我还没想睡 我就先去运动一下 虽然理论上这样会更难睡 但是想说我要早点事情做 然后我就睡不着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24小时我觉得蛮好的 那器材真的是不太够 我真的不太够 我去了大概两次到三次 我都没有遇到人 我完全没有遇到里面有人 所以相当相当的玄妙这样子 好那我就差不多可以来讲这个 Summary这一间饭店 这间饭店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今天在点房 有你可以接受的价格 例如说什么4万上下 这个你就可以订 那如果今天现金房 那你这个手臂要很粗 因为1万2 1万5 动则1万2 1万5 只是基础房的情况下 还早餐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一些有早餐会集的话 这间可能不会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选择 我会建议你 你这样想 如果你今天去住一个 日式的商务饭店 可能是两三千块 我可能会觉得 我prefer你去住那些 那钱留下来 以后去住一个大的 因为这个更贵的 那懂你怎么 但这是我自己的习惯 这是我自己的习惯 我自己在东京 就是非常非常的 bipolar 非常的两极 就是我要马住很便宜 要马住非常好的 那Indigo这一间 刚好卡在中间 就是发现说 竟然有一个中间点 我如果是点房 我可以接受的一个 一个饭店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 有它市场价值赛 但是应该是只有 先于点房 真的是只有先于点房 所以有一个偏一点房 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这边总共评分里面 其实我给早餐是蛮低的 我在网络上有 我是给到8.5 那为什么会给8.5 是真的有一点点的 怎么讲 因为我对于 我觉得其实8以上 就算好吃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整体还讲 8.5好像有点低 我刚刚说 你刚刚不是说 早餐很好吃吗 对 那早餐单点 什么的 我都觉得不错 但是buffet部分 就还OK 你不会到 你不会觉得它很好 但你应该也不会觉得 它到无敌烂 这样子 而且它还有果汁吧 等等的 所以这个评分 大家要就是加减 加减看 加减看就好 那这个饭店 应该就讲到这边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 你真的很需要一些 事实上的辅助 我们甚至YouTube上面 都有Room Tour 在网织上面都有照片 跟更详细的说明 我坦白说 我坦白说 我今天讲的东西 跟网织上这边 雷同度非常非常的高 不过 就我还在尝试 各种各式样的 这个方式 跟大家介绍 到底要 你想要比较口语的 还是你想要听 附近的机能 还是你想要 听这种 真的是 这种是很认真的 在分析一间饭店 大家都可以给我一些 回应 因为 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集做出来的 感觉都不太一样 然后是 逐步的在修正当中 希望大家可以 理解我的苦心 因为 我当然是 我现在 现在采的东西 当然是我现在 觉得好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 可以有一个 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大家觉得 可能大众审美 也觉得好的东西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 比较是这样子 比较不是 比较不是一些 奇怪的那种 委屈求全 比较没有到那样子 好 那这一集就到这边 我是小杰 我们下集 范林开箱再见 拜拜